想在你家一起看一个电影的时候 精装房油盒用最低成本打造一套全屋智能系统的保姆级教程 智能在航天和军事领域用途非常广泛 可以说是人类的骄傲之作 但是前些年智能在民用领域却显得格外的鸡肋 可能受到一些基建及成本的影响 所以前几年的智能家居都非常不稳定 而且全屋家居设备的整合度也不高 可能同时要用到好几个APP去控制 而且响音速度慢 功能也不完善 现在市面上可选的智能家居品牌真的非常多 有些是有线智能 价格高门槛也相对较高 需要专业的人士提前去设计布线 当然也有很多无线智能品牌 价格也参差不齐 这期我就讲如何将米家智能系统用最高性价比 集成度也非常高的方案 叫你来打造自己家里的智能家居系统 我之前写过一篇低成本改造智能家居的文章 可能相对复杂 这回换个思路 跟着实际需求一步一步来 装一套全屋的智能系统 我们现在开始 什么是网关 大部分人听到这个都会非常疑惑 这是什么 干嘛用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的眼睛看到一杯水 你想去拿来喝 你的眼睛是没有办法直接指挥手去拿的 而是先把这个需求传递给大脑 大脑再让手去拿那杯水 这就是大脑终端 所以这个网关就相当于人的大脑一样 负责接收指令再发送指令 将家里所有的设备连接在一起 网关是需要连接网络的 其他的智能设备是不需要联网的 他们通过Zegbit信号 或者是蓝牙Mesh信号与网关连接 这样网关就可以搜集到你家所有的设备 并接收发送对应指令 购买设备 米家的动模网关 它同时支持这个B协议和蓝牙Mesh协议 安装位置 有插座和网络端口的位置 空间的中心位置 如果没有有线网口 就选择路由器附近 这样网络环境会比较好 放在空间的中心位置 尽可能覆盖全屋更多的地方 如果家里面积比较大 至超过100平方 设备比较多 可能就需要两个或者更多的网关 一起覆盖全屋 这个图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全屋是通过两个网关 将信号覆盖至全屋的 智能灯光控制 购买设备 智能开关 有零线的买灵火板 没零线的买灯火板 安装位置 把原来传统的墙壁开关 换成智能开关即可 智能开关需要搭配网关使用 所以做智能家居的第一步 就是先配置网关 当你装上智能开关之后 你家的灯光就成功联网了 可以远程控制 或者做更复杂的场景控制 控制方式 按键控制 顾名思义就是保留了传统开关的 物理控制方式 手机控制 可以用米家的APP在手机上进行控制 当你哪天起晚了 着急出门上班忘记关灯了 这时候你人在外面 还可以通过APP关掉家里的灯 语音控制 配合一个299的小爱同学音箱 你全屋的设备都能通过语音来控制 倘若哪天购物回家双手立马了东西 这时候就可以喊小爱同学开灯 你全屋的灯都会为你打开 感应开关联动控制 假如你想回家开门的瞬间 就打开灯 或者晚上企业上厕所时 自动打开小夜灯 就需要一个人体感应开关 当在设定时间内无人移动 灯就会自动熄灭 智能遮阳控制 购买设备 米加或绿米智能窗帘电机加轨道 根据自己需求的尺寸购买 安装位置 电机安装在窗帘盒左边或者右边 窗帘盒电机需要有电源 如果原来没有电源的 需要增加一个电位 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电的问题 就买个充电版的窗帘电机 不过有点激烈 需要充电 控制方式 手机APP控制 语音控制都可以 有人就会说了 我想用手拉行不行 其实传统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你用力拽一下窗帘 就可以激活它 按照你拽的方向自动运动 场景联动控制 1.可以设置小爱同学晚安 执行 灯自动熄灭 窗帘自动拉上 小夜灯自动打开 进入睡眠状态 2.假如你每天早上7点钟洗床 你可以设置 早上7点整 自动执行 小爱同学打开闹钟 打开窗帘 关闭小夜灯 开启新的一天 智能家电控制 购买设备 万能遥控器 只要有红外遥控的设备 它都能控制 比如电视 空调 风扇等等 安装位置 万能遥控器需要街油电源 最好是在客厅的电视柜 或者沙发的位置 同时能无死角覆盖客厅需要遥控设备的位置 控制方式 手机APP控制 语音控制都可以 逻辑联动控制 假如你想看电影 一般你是叫小爱同学打开电视 然后叫他关上窗帘 最后再叫他关掉灯 你需要下达三个指令 其实他可以用一个指令 就可以完成这整个过程 比如当你说 小爱同学我要看电影时 就执行 打开客厅电视 两秒后关闭窗帘 再关闭客厅灯 当我听 朋友很好累穿 想在你家一起看一个电影的时候 你喊小爱同学我要看电影 好的 搞定了 哇 就是这么秀 智能空调控制 购买设备 米家空调伴侣 其实上面说的万能遥控器也是可以 不过空调伴侣更便宜 如果是面板控制 不带遥控器的中央空调 暂时不支持 安装位置 在空调插座上 先插上空调伴侣 再插上空调就可以了 控制方式 手机APP控制 语音控制 场景联动控制 都是可以的 另外 还可以配合一些智能传感器 做一些更符合你生活方式的控制 下面会讲 可以自己去设计自己的智能 系统 智能传感器 购买设备 温度湿度检测 它可以帮你检测家里的温度湿度情况 然后结合空调 加湿器等电器去联动使用 比如说当温度超过28摄氏度时 打开空调 当然这个要结合你 在家的时间 设置一个时间 设置一个时间段 或者当空气湿度只有10%的时候 打开加湿器 这样就可以避免过度干燥 影响到你的皮肤缺水 漏水检测 放在你觉得容易漏水的地方 如果检测到有水 它可以提示你 或者给你执行其他的动作 比如说 现在很多人都会把阳台封起来 这样就可以在阳台放一个 当下雨又忘记关窗时 就可以执行关闭窗户的动作 当然你的窗户得装了 自动开关窗的电器才行 天然气泄漏检测 放在你认为 你家容易泄漏天然气风险的位置 比如说厨房 卫生间等等位置 如果泄漏会及时提醒你 以免发生不必要的险情 你家智能插座 家里经常有一些设备不支持智能的 比如说台灯 波地灯 小异灯等等 如果要它们变成智能开关 非常简单 加一个米家智能插座 这样就可以实现小爱同学 打开落地灯 等等一系列的智能的操作了 门窗感应器 它可以感应你的窗户 或者门处于什么状态 只要你装在窗户 窗户一旦打开 就执行空气净化器自动关闭的menu 其实还有很多 这些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 米家全屋智能需要多少钱 假设是一套100平方左右的房子 三房两厅 实践上面所提到的所有功能 你需要的大概是这些设备 米家多模网关两个 双键智能开关三个 单键智能开关三个 无线开关三个 小爱音箱两个 米家空调伴侣两个 智能窗帘电机两套 原体感应器三个 万能遥控器一个 湿度温度器一个 门窗感应器两个 进水感应器一个 就这么多钱 你家的智能系统就初步搭建完成 后期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再慢慢添置即可 装修智能家居的建议 当我们装修的时候 可以把基本的智能家居系统搭建好 等入住后 生活中再慢慢添置 当你真正生活在新家的时候 你才慢慢熟悉房子的动线 你的生活习惯 生活方式 这时候才知道 哪里需要添加一些东西 会给我的生活更加便捷 只要开始你的智能系统搭建好了 后期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最后总结 其实最智能的系统 就是你自己设计的系统 同时也是最懂你的系统 智能系统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 就像你玩游戏 遇到开放式的地图 想怎么玩 怎么做 全部给你自由掌控 需要结合你的生活方式 慢慢观察发现天智 而不是一步到位